曾经我们有试用过一个系统,没错 就是感觉做了不到位 就是他很常时候就是yes no yes no 的东西 变成说,你either给他yes 又感觉上给他马上过关 给他no,又好像对他很常忍 就是到最后员工也麻木 觉得说你们做这些东西就是来搞死我们的 哈喽哈喽,andrew 你好 哈喽 想知道一下这两天,这三天了 三天的Send Mary workshop,还有我们的系统 你有什么感想,你觉得怎样 这个三天真的我收获满满 尤其是早期还没有接触这种KPI的时候 就觉得说KPI真的是拿来搞员工的 真的是觉得说这种东西做一下好像没有什么用处 因为通常之前所听到的 这种KPI感觉上都是大家都是为了做而做 但是上了这个三天,我感觉到一个很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totally我的mindset开了 他说这个KPI间接性就是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公司的成长 公司最后要去的一个目标,一个愿景 的前提一定要有KPI才能够到这个目的地 对对对对,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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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 嗯,那么之前有用一个系统吗?对不对? 为什么你们放弃了那个系统呢? 现在你要重新再重新找一个新的系统呢? 曾经我们有试用过一个系统 没错,就是感觉做了不到位 反而真的是没有看到效果啦,应该这么说 嗯,然后员工每一个月到了expired date的时候 大家就赶紧拿出电话,就为了评估而评估 重点是什么呢?那个系统呢?有一个 对我们来说,我们两个过后有一个缺陷啊 怎么说呢?就是他很长时候就是yes no yes no的东西 变成说,你either给他yes,又感觉上给他马上过关 给他no,又好像对他很常忍 就是到最后员工也麻木 觉得说你们做这些东西就是来搞死我们的 所以到最后我们也暂停的那个系统呢? 嗯,ok,ok,so现在你们觉得 现在这个新的系统,下面的系统 对你们有没有解决你之前的问题呢? 有,有,就是感觉上这个还特别的创意啊 嗯,感觉上他很科学化 很多东西就是不需要用感觉了 那时候就是有,有做到我们就给你 有超标你就拿多的那种感觉 甚至啊,让我更惊喜的就是有 还有一个分数累计的东西 我相信这个给我们比较底层的员工嘛 毕竟我们是做饮食业的,我们底层员工就很多 这个分数累计对他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惊喜啦 就是我做好的同时我可以累计分数 累计了分数可能我还可以 呃,换取他要的礼物 或者是一些公司所播出的一些奖品 或者是配套等等 哦,是哦,刚才我又给他们 秀给他们看礼物啊,哇,好像很多人 他们全部就开始呃,哇,那样 对,畢竟他们感觉上可能他们就 呃,毕竟比较底层可能我们 比较,比较吸收能力也没有这么强的时候 他们觉得这个是一个他们的一个 一个奖赏,一个努力 努力的一个目标啊 为了达到那个 那个所谓的奖品或者等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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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好好, 谢谢你的分享哦,谢谢你老师 谢谢,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Thank you